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借庸就是一借平庸 今天我在温哥华给大家做一个 文吞汤面 Let's go 像一条视频我演示过怎么样包文吞 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些包好的文吞 来做一个家庭式的文吞汤面 广东的文吞有一个特点 就是爽口弹牙 而且不会散 那我们先用开水 把几个团蛋虾纸面泡开 泡一两分钟泡散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然后就放入文吞 因为这两种东西 它的煮的时间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煮 面条比较细 一般这两三分钟可以煮好了 文吞要煮大概七到八分钟 在煮文吞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加几次冷水 这样文吞里面的鲜才会熟 煮好了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顺便给它平均分配一下 用这些煮过文吞和面的水 我们用来煮菜 菜会特别的清绿 而且很快熟 广东人为了让全蛋面 还有文吞皮比较爽口 加了减水 减水和菜叶露素 会产生化学反应 菜会特别的清绿 煮好了以后 一定要换水 不能够用这个煮面的水来做汤 因为它煮面的水里面 有碱水的味道 用来做汤就不好喝了 另外呢 我们再放一点姜下去 起锅 再加开水来煮汤 文吞呢 我们一般跟这个紫菜配搭 紫菜呢有一点腥味 所以要放姜 煮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调味了 调味我们就加盐 糖酒生抽麻油 再撒一点葱花在那个面上面 把汤呢盛起来 这个文吞汤面就做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 转发 评论加关注 欢迎你来温哥华 借用代理 玩好吃好 还了解加拿大历史文化